雖然我沒有那麼專業 但是其實我以前是 待過廚房的 我很清楚知道在廚房裡面 應該要注意什麼 那我待會也會看 就是他們做事情的程序 跟態度 朱小天太可惜了 對每道菜的評比 總是能給出最中肯的回饋 你既然要用紅糟的 就要大膽用 你有點保守 紅糟就是 除了看就是那個味道 對吧 那個味道說喜歡的人 是非常喜歡的 所以我覺得有點可惜 然後另外一邊呢 在調味上 是有層次的 那這個東西是比較驚喜 它有一點顛覆傳統 裡面有個東西 就是沒有弄好 你們裡面是用了芋頭是不是 有芋頭 有芋頭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還差一點 還是差一個脆的口感 好 其實就差這個 因為你的粉軟 芋頭也是軟的 它同時間就在一起了 你吃不出那個層次 只是突然 有一點什麼就沒了 好 這有點可惜 一梯子會大型廚藝 選手節目 那裡志旺 這位開啟新賽制 兩兩合作賽 每五分鐘就得換一次手 看選手們默契 與對樂理的了解 主導電視為飛行導師 選手們的每個細節 都看得一清二楚 加上演織有誤的講評 完全超圈粉 你知道你本身有足夠能力 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不能推縮 所謂的風度或是怎麼樣 那個是在平常展現出來的 可是在台上就是比賽 比賽就是生死 這是這個圈子最殘酷的一個事實 當仁不讓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希望你以後就是在外面 在面對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我能做到什麼 我就要努力去做 沒有必要去退讓這件事情 謝老師 我可以跟那個薄翔 講兩句嗎 我覺得烹調這條路沒有對錯 但是我覺得你 你現在更要想的是 你要回到最基本的一個點 其實淘汰你這個好像是 有一點是你自己找的 我是這麼覺得 對啊 那不管你是風度也好 或者說你的計算錯誤也好 那我們對你還是有很多期待 謝謝 我跟基金就手心手背都是肉啦 隨便你們想幹嘛 我也不在乎 請問我是做得很像有點危險 所以要提醒我是不是 沒錯 Yes 除了平常菜色好不好吃 做菜式的態度一樣重要 黃金鯨與鄧雯雯就組在合作賽中 不幸落馬 硬要再進行PK賽 是用藝人的一些落入帶來頂區 我其實很痛苦 因為你們兩個其實是伯仲之間 我今天最後決定的考量 是在你們最後做菜的態度上 那金鯨是可能經過情緒的發洩 他有一種回來的就是 我是帶了一點憤怒的感覺 但是我有去控制這個憤怒 我把它放到這個菜上面去 會不會比較可惜 你到最後有一點點自暴自棄 有一點點 真的嗎 我有嗎 我想說我很放鬆 沒有 不是 你說實在話 做菜的人跟吃菜的人的 一個溝通跟交流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對 那你一直在擺出的態度就是 我不在乎啊 反正都這樣啦 沒有關係啊 就會讓我覺得說 那你這樣子好像有一點放棄了 會覺得有點可惜 難得能看到豬超天 不同遊戲劇的影片 我們上評價一致叫好 全都看到豬老師出現啦 謝謝剛剛說走 那個DAY Staff安 我也很清楚 我已經破壞了 感谢观看